在南加州华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迎来该会成立42周年庆典 中美官员、社区领袖均前来祝贺 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在蒙市的美丽华大酒店举办庆贺该会成立42周年的晚会 洛杉矶中领馆副总领事专制哲、领桥组组长谭长安、桥武领事丸杰宜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美桥连主席马树荣、促统会主席刘建明 罗省中华会馆监事长环中燕真、美华联共同主席周德昭 等社区领袖400多人与会 共同见证南加州华协42年的不凡历程 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峰会会长关建荣在致辞中表示 该会继承官容传统、坚持爱国爱乡、支持一个中国 和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中美友好交流发展 在爱国支持一个中国统一的基础上 团结囚包、团结我们各囚线 一直在联络、乡亲和爱国爱乡的活动 今天我们这里进行活动是我们爱国爱乡、东中美友谊的延续 中领馆副总领事庄志哲也指出 华协以服务朝社为目的 支持祖国建设和慈善公益事业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为中美文化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美华人协会成立于1976年 随着中美正式建交 1981年洛杉矶与广州市建立了友好城市 1984年在时任华协会长胡顺的推动下 在华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 该会更积极的组织桥界 接待参赛的中国队选手 当晚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峰会 还给华鞋杯冰棒球友谊赛的 一二三名获奖者帮发了奖杯奖牌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